欢迎来到我们的选举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精彩的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首先,让我们看看爱尔兰的政治舞台 西蒙、哈里斯即将成为爱尔兰的新总理 这位年轻的政治家承诺要重启费恩·盖尔党 并在接下来的议会选举前与民众重新建立联系 同时,他还表达了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谴责 以及对加沙地带停火的呼吁 哈里斯的上任,无疑会给爱尔兰政治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和挑战 接下来,我们转向一个国际视角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将持续很长时间 顶级学者李成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 分享了他对美中关系未来的看法 包括台湾、香港和中国政治的各个方面 李成认为,美中之间的结构性问题 是导致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而南中国海可能是未来冲突风险最高的地区 他还谈到了中国在全球冲突中的角色 以及对香港未来的看法 最后,我们来谈谈一些更加轻松的新闻 Linda Bean,一位企业家、共和党活动家 也是户外零售商LL Bean的孙女 不幸去世,享年82岁 他在公司董事会任职近50年 并在政治和商业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此外,唐纳德 特朗普因为Digital World Acquisition 与特朗普媒体和技术集团的合并 获得价值46亿美元的股份 但由于锁定期限的存在 他短期内可能无法兑现这笔财富 这就是今天的选举简报要分享的内容 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得一些有趣的信息和洞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西蒙、哈里斯将成为爱尔兰的总理 德国之声 西蒙、哈里斯接替了爱尔兰执政中右翼的费恩 盖尔党的领导人职位 此前的领导人利奥、瓦拉德卡意外辞职 哈里斯无人竞争 如果当选 他将成为爱尔兰最年轻的总理 在新的议会选举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左翼对手心费因在民意调查中领先 哈里斯承诺重启费恩 盖尔党并与人民重新建立联系 同时支持企业、家庭农场和法律与秩序 他还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并呼吁加沙地带停火 哈里斯此前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担任卫生部长 中国顶级学者表示 中美紧张关系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南华早报 政治学家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李承 最近接受了一次采访 讨论了美中关系、台湾、香港和中国政治 他认为自2017年以来 美中关系已经恶化 美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 李承认为 结构性问题在于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和意识形态方面 对美国构成了全面挑战 他还指出 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造成了一个结构性问题 因为许多美国人认为中国的进步是以美国工人阶级为代价的 李承认为 冲突风险在南中国海最高 但他承认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特别是在美国选举和特朗普可能连任的情况下 他认为中国在全球冲突中的做法 如中东和欧洲的冲突 一直以来都是以展示自己作为稳定和和平的建设性力量为重点 然而 西方国家对这种叙述持怀疑态度 而南方国家则认为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于中国政治 李承认为 最近撤换秦刚和李尚福部长 并不对习近平主席的领导能力产生负面影响 他认为习近平决定撤换他们是果断的 并减少了潜在的损害 最后 李承认为 香港仍然有许多优势 如国际化的特性 作为重要金融中心的地位和强大的大学 他相信 香港将从最近的经济和政治困境中恢复过来 琳达 Bin Linda Bing 是一位企业家 共和党活动家 也是户外零售商LL Bing的孙女 她已经去世 美联社 Linda Bing LL Bing创始人 Leon Leon Wood Bing的孙女 企业家 慈善家 和保守派活动家 去世 享年82岁 Bin在公司董事会任职近50年 并购买了龙虾经销商 创办了Perfectman Lobster品牌 并拥有百货商店 旅馆和度假租赁业务 她还是共和党事业的主要捐助者 并两次不成功的竞选国会议员 2017年 她因向支持唐纳德 特朗普总统竞选的政治行动委员会 捐款过多而面临抵制 LL Bin的呼吁 唐纳德 特朗普拥有价值46亿美元的股份 但无法出售 悉尼先驱城报 美国现金和公司Digital World Acquisition的股东 已批准其与特朗普媒体和技术集团PMPG的合并 这将使唐纳德 特朗普获得价值46亿美元的股份 这引发了特朗普可能出售部分股份 以支付纽约法院罚款4.54亿美元 或将其作为抵押品获得贷款的猜测 然而 为期六个月的锁定期限 将阻止主要股东出售股份 这可能使特朗普难以在短期内 获得其股份的价值 周一简报 莫斯科袭击案两人被控 纽约时报 至少137人在莫斯科郊区一家音乐厅的恐怖袭击中丧生 两名男子被指控犯下了这起袭击事件 ISIS声称对此事件负责 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暗示 乌克兰可能参与其中 然而 美国官员表示没有迹象表明 乌克兰扮演了任何角色 这次袭击对普京来说是一个打击 他的国家安全重点一直是他领导的关键部分 反对派候选人在塞内加尔选举中取得了早期领先地位 加拿大环球邮报 塞内加尔的反对派候选人巴西鲁、迪奥马耶、法耶 在该国总统选举中取得了领先地位 西方和非洲政府密切关注这次选举 因为该国被视为该地区的民主堡垒 该地区在过去三年中发生了六次军事政变 选举结果预计将于2月23日公布 法耶在年轻的城市选民中的受欢迎程度 反映了该国对贫困、腐败和失业的不满 女子超级联赛冠军争夺战 切尔西、曼城还是阿森纳会脱颖而出 雅虎 在女子超级联赛赛季还剩下五场比赛时 切尔西和曼城在积分榜上并列第一 各自积分为43分 而阿森纳则以6分之差排在第三位 曼城在赛季初遭遇挫折后 已经连胜11场WSL比赛 包括1比0击败切尔西追平了积分榜榜首 目前切尔西的竞胜球比曼城多五个 削弱的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考虑约翰逊的领导 华盛顿邮报 在一支众议院共和党派系领导的叛乱 江凯文、麦卡锡克罢免下台不到六个月后 更多的共和党人已经开始对党的方向提出抱怨 并质疑他的继任者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阿尔拉 是否适合这个职位 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克丹尼尔 在多年的推诿后 称1月6日国会大厦袭击事件不可接受 雅虎 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纳、麦克丹尼尔 罗纳麦克丹尼尔 在多年来一直对此问题推诿之后 称2021年1月6日 美国国会大厦的冲击事件是不可接受的 麦克丹尼尔本月早些时候 离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后 将加入NBC新闻担任政治分析员 他告诉该媒体 国会大厦骚乱不代表我们的国家 当然也不代表我的党派 麦克丹尼尔离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正值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 特朗普与该委员会之间紧张局势升级的时期 随着选举的临近 美国共和党内部正在进行一场内战 加拿大环球邮报 共和党正处于一个混乱的时期 即使按照现代标准来看也是不寻常的 该党在众议院的执政困难重重 而其被认定的总统候选人 也不愿意超越其核心支持者 这导致了党内的分裂 并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 共和党恢复信心的前景 看起来仍然脆弱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 上任一年后的选举承诺兑现与失信情况 澳洲ABC 新南威尔士州NSW工党政府 在上任的第一年内 在其关键选举承诺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政府为首次购房者提供了印花税减免 成立了建筑委员会 以确保房屋建造达到高标准 并将私家车收费限制在每周60澳元以内 由于担心潜在的意外后果 其他承诺 如禁止秘密禁租和无理由驱逐 已被搁置 政府通过取消公共部门工人工资上限 和向16,589名临时学校员工提供永久职位 初步解决了教师短缺问题 政府还开始建设一百所新的学前教育机构 并为医院扩建和建设拨款 然而 一些承诺 如强制护士 人员配备水平和建立大考拉国家公园 尚未兑现 政府已经在扑克基改革方面取得了进展 开始进行无现金游戏试点 并禁止同性恋和性别转换实践 总体而言 政府在履行其剩余承诺方面面临挑战 尤其是考虑到取消公共部门工资上限 和预计消费税收入不足 对未来预算造成的压力 特朗普的梗图 在截止日期临近时爆发 他需要偿还4.64亿美元的债券 英国独立报 社交媒体用户给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起了一个绰号叫唐普尔利昂 因为他即将面临4.64亿美元的债券付款截止日期 这个绰号是参考了马龙 白蓝度在教父中饰演的经典角色 韦托 科里昂 周一 特朗普必须按照纽约民事法院的裁决 支付债券款项 今年早些时候他被判犯有欺诈罪 如果他不支付 纽约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将要求法院查封他的资产 特朗普大厦可能会成为被查封的资产之一 为什么选民们不知道下一任邓斯坦议员是谁 澳洲ABC 南澳大利亚选举委员会尚未正式宣布邓斯坦不选的结果 因为还有大量邮寄和提前投票需要计算 工党候选人克雷希达 澳汉龙目前以53.8%的两党优先选票领先 而自由党候选人安娜 菲尼奇奥则以46.2%的得票率 南澳选举委员会面临着要求尽快计算提前投票的呼吁 以加快进程 政府计划在2026年周选举前引入立法变革 选举委员会还在计算南澳第一次原住民议会选举的选票 我们为谁而战?如果主要政党想要争取年轻选民的支持 就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澳洲ABC 住房问题将成为澳大利亚下一次联邦选举的关键议题 因为政党们将目标对准越来越多认为自己永远无法拥有自己房屋的选民 绿党已成功将住房问题纳入政治议程 现在自由党也加入了这场辩论 试图吸引年轻选民的支持 工党已经因其提出的负面扣除改革方案 而在一次选举中部分失利 私下里有人建议工党在住房问题上征受到政治上的重创 一些工党内部人士认为可能需要进行一次重组 以确保住房部长一直由该党最擅长沟通的人担任 与此同时 联盟正在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来应对住房危机 一些议员建议将房屋作为投资工具的税收待遇放在讨论桌上 洛克利夫认为扩大塔斯马尼亚议会会让生活更轻松 选民却有不同的想法 澳洲ABC 塔斯马尼亚自由党在最近的选举中再次组成了一个少数派政府 总理杰里米·洛克利夫竞选多数派政府 但它的赌注导致了更多的彩虹交叉席位 政府希望扩大议会以应对部长们的过度劳累 但选民对三大党派以外的候选人的投票翻了一番 导致大部分新席位被交叉席位占据 这给政府在议会中推动立法时增加了复杂性 政府将来会有一个更大的内阁 但可能仍然面临同样的部长过度劳累问题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